上一期视频,我们盘点了这股时大杂盘网,本期也说说大爱最有格局的五位游子大佬,如果跟下面几位同车,相信获利离场的概率会提高。 1.张盟主,常用席位,国泰均安证券上海江苏路,中信证券杭州延安路,杭州四季路。 张盟主名张简平,最近被号称20亿以下不分仓的狠人。 交易风格,1.操作强势上升股,不断坐替降低成本,从低位做到高位一般翻倍才会止盈出局。 2.打板强势龙头公司,但不会一日游,一般会隔局好几天。 3.跟机构一起布局成长股,有公募基金的思维,因此它也被散户称为股市第一善装。 目前张盟主没有带徒弟,所以自媒体上带徒弟的都不是真的本人,他习惯的是独立思考,独立操作。 2.放心下,主要席位,中信证券西安朱雀大街,安信证券西安区江池南部。 放心下,外号方胖子,交易风格,1.喜欢在人气股,龙头股,强势股上反复操作,节奏鲜明,比较有格局。 2.偏爱做多头排列的加速模式,这个模式能拿到筹码,不太做接力。 如果做接力,也是流通盘达到200亿的股票,操作上大开大合,擅长大成交趋势票。 方金霞在散户中的口碑非常好,他一般都比较有格局,吃肉,大家一起吃,偶尔也会配合庄家出货,不过情况非常少。 方金霞同样没有任何自媒体,网上的都是假冒。 3.炒股养家,主要席位,华新证券上海茅台路,上海红宝石路。 炒股养家,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,尤其是他的养家心法,在市场上广为流传。 交易风格,一,善于基本面投机,对题材的选择非常精准。 2.二板龙头,确立狙击账品,关注点在于强势龙头,以及有故事题材的个股。 3.善于研究研报,总体来说属于稳健型选手。 炒股养家炒股,喜欢看上涨空间,股票空间至少30%才会买进,是一个比较有格局的游资。 4.坐手新衣,主要席位,国泰均安,南京太平南路。 坐手新衣是新生代游资,新年一千倍。 交易风格,一,买股集中,出手少,但一出手就是重仓,理解能力极强。 2.手法比较复杂,低吸,反包,打板,主声浪,半路点火,风板,各种模式都有。 他在散户中的口碑也不错,呼声很高,因为基本不坑人。 5.宁波桑田路,体量超过10亿,操作风格。 1.大局观较强,善于打造龙腰并锁仓。 2.标准的龙头战法,市场最腰最强,往往都有它的身影。 3.经常打板买入或低吸龙头,是知名游资中溢价很高的席位。 每当这个席位出现的时候,意味着有一定套礼空间,因此在散户中口碑也很不错。 以上就是比较有名的几大有格局的游资。 如果发现自己和这些大老同车,成功率可能会高一些。 你还知道格局游资,欢迎在评论区补充。 关注我,分享更多投机干货。